接下来早安慈激情要提振一早精神赶走瞌睡虫 看到台南这一支鼓队在2019年时成立 许多活动里面都凝聚了不少人气 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记者汪崇文 谢谢主播大家早 今天的早安慈激情 我们请到的是东俄和气鼓队的班长郭荣川师兄 以及他的同修师姐杨碧莲杨师姐 主播大家早 主播大家早 那么一开始我们先要透过 以下的这段影片来看东俄和气鼓队 在台南见齐开营首日 他们在开场当中的精彩呈现 鼓声结合了肢体动作展现了力与美 这一支的鼓队在2019年成立 究竟成立的缘起如何 我们请郭师兄来跟大家分享 好 我们东俄鼓队的起源是在105年到108年这几年当中 我们很多师兄师姐参加了我们禁师中鼓的演绎 而在当中演绎的曲目包含了情形送灰灑生命的彩笔以及药师如来的中曲 演绎的当中很多师兄师姐深深体悟到我们经文的药益 以及透过他们的肢体动作呈现了经文的内涵 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禁师中鼓它是一场法的演绎而不是一场表演 所以我们在109年社区岁末祝务结束之后 我们参加中鼓的师兄师姐为了延续我们中鼓的精神 所以我们成立了我们东俄鼓队 我们东俄鼓队最重要的我们成立到今天已经达五年之久了 好 但是鼓队人目前除了在慈禧内部的活动作呈现之外 事实上也走入了社区当中是不是也有了正向的回馈 有的我们曾经参与大爱剧场的一个见面会的演出 在我们台南梦时代的广场 那进而我们最近也到我们的人头的志宏祠去花旗幕下去 做一个快散的活动 那我们现场的鼓声一落下 散步的会众就一直微靠过来 然后看着我们的表演 然后给予我们热烈的掌声 那会后我们也是开放让他们体验来打鼓 那进而在打鼓的当下 他们也会跟我们讲说怎么样来参与我们的慈禧活动 那我们也是借由这个来做一个慈禧的菩萨大招生 透过鼓来跟大家结缘 然后走进了慈禧的家庭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情 另外在这个练鼓的过程当中 几鼓式上要体现这个法脉的精神也相当的不容易 这怎么做到的 有没有一些要领 请郭师兄来跟大家分享 好 我常常在上课的当中 尤其跟我们的师兄师姐在自修 我都跟他们分享 我们鼓队脚我们上台 要呈现出我们训练的成果 我们一定要上下团结一次 而且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到定位 所以我常常跟他们分享 我们所学的曲目有很多 曲目很多 所以肢体动作就更多 所以我常常都会跟他们分享一些小口诀 譬如我今天示范一个小口诀就是 我们一急弯鼓 我们的手要马上打直 这手打直 我就跟师兄师姐的小口诀 就是说我们的大臂来找你的耳朵 一急弯鼓 手一伸上来 大臂靠近耳朵 这样你手的偏差就不会偏差太大 因为我们所有师兄师 鼓队里面的师兄师 大家都是慈禧人 愿意走在这菩萨道上 只要用心血愿意做 事事都有法度 在练鼓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自己也收获非常的多 师姐 有的 因为我透过练鼓 我学会收小自己 谦卑助人 我觉得修行就是在时间空间 人与人之间 那当我走在菩萨道上的实际的路上 我常常会踢到石头 但是我都会告诉我自己 前脚走 后脚放 放下直左 跨步就向前 向前就有好姻缘 那让我 而且藉由练鼓 也让我觉得团队合作的重要 然后在师兄师姐的 和和互写的精神一致之下 我们才会有完美的演出 闻鼓声传法脉 事实上这支鼓队的练鼓的过程当中 也对菩萨大招声泛起了涟漪 感谢师兄姐跟大家的分享 感恩 感恩 这是今天的早安慈悸情 镜头交往给彭内直播